9月到了,娱乐圈也迎来了开学季 一样千禧参加军训被晒成了黑洋 6月,王妃的女儿李嫣曾透露出自己即将出国都数 最近,李嫣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进入学的李嫣还登上了这所学校的官网宣传照 13岁的李嫣身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坐在地上 朋友几分大写大风范 细心网友发现李嫣还涂了黑色的指甲油 无论给人的感觉多独立自信 李嫣本质还是个安美的13岁小女孩 随后,有网友扒出了这所学校的详细信息 据悉,这所学校是瑞士一所私立寄宿职贵族学校 这校已经有109年 每年只在全球招收250名学生 师生比例是1比4 各国皇室家族的子女都就度于此 从李嫣分享的视频来看 宿舍的装修非常豪华 李嫣桌子上的护肤品也都是名牌 学校环境这么好,学费自然也价格不菲 该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10万未老 准个人民币约70万 还不包括生活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责不感慨 王菲和李亚鹏培养其女儿来实在是大手笔